今年是辛苦而且难忘的一年 疫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台湾 但是我想改变不了我们对台湾的热情 对未来的希望 我相信我们可以克服每一个困难 每一个环节 台湾加油 对抗疫情需要大家携手防疫 只要我们谈结一条心 互相关怀彼此照顾 一定能够战胜疫情 新竹加油 这段期间大家都辛苦了 我要特别感谢在防疫的过程当中 无私的参与这些防疫工作的医师 部理师还有职工们 因为你们的付出让我们在各项防疫工作更加落实 那我也相信在国人大家的配合之下 大家共同的努力 我们很快可以脱下口罩和朋友和家人一起团聚 相信那一刻很快会来 在期盼中我们坚信 完全的爱可以把惧怕驱除 因为惧怕带有刑罚 惧怕的人在爱中没有完全 只要我们彼此相爱 只要我们攜手同心 必然能够共渡难关 不再灰心失望 让平安盼望进入每个人心中 阿们 主我们也为台湾 为全世界的疫情来祷告 让疫情很快的就平息 我们又可以平平安的出国 我们奉主的名来祝福桃园 是一个福音的出口 是一个宣教式的出口 是一个上帝恩典的出口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求上帝赐给我们执政掌权者 有从你来的智慧 能够顺利购买到足够的疫苗 也使我们国家的团队 能够尽快研发出好的疫苗来 增强我们国民的美丽能力 也求上主 使因疫情在经济生活或生理心理受到较大影响的家庭 以及人们能够得到政府的索困 以及亲友社会团体的帮助 使台湾成为有爱 有公义 有平安的一个国家 我这样祷告 祝福奉耶稣的名 阿们 亲爱的天父 我们来到您的面前 为新竹 为我们台湾来祷告 我们相信在四篇四十六篇第一节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我们同心的祷告 祝福新竹 祝福台湾 使上帝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得到保护 得到平安 阿们 平安 面对如此严峻的疫情 别忘记我们的上帝是全人者 是我们的保护 也是我们的医治 上帝和四篇的盼望是 面对疫情 祈祷会有用的 我们要用信心 和彼此想象的心 通心协力 祈祷向前行 桃园市整个台湾的门户 有机场在当中 整个的进出口 我们求主保守 所有的工作人员在其中 能够谨慎 能够为台湾好好把关 也为新竹来祷告 我们求主恩待新竹 因为他是整个台湾 经济跟科技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奉主的名要祝福新竹 也能够在其中 能够赞助 守住神给新竹的这个命定 因此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来宣告 我们这三个城市 是一个教会 我们要欣喜 要起来得着 仇敌的城门 因着我们要遵循 神的约 神必要来看顾我们 使我们这个城 成为一个极美的城 而且呢 我们要看见 我们所造的 我们所兼顾的 都有神亲自来保守 看顾我们 并且在这个城当中 要兴起各样的守望者 来看顾保守我们 我们也要学校 我们三个城市 要成为全台湾 跟列国的逃城 要有许多的财宝 要运到我们中间来 主我们要看见 神的荣耀 要光照在我们的城市当中 让我们的城市 在城中 田中 都要蒙主 使我们其中 生长的每一个人 大大小小 都尽得平安 我们也要看见 神要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 设立守望台 设立太平 设立他自己的保障 列国的祝福 要成为我们的祝福 要帮助我们 我们要看到 神的荣耀 成为这个城市 刻在城上 一切的名字 用耶稣基督的圣明来祷告 阿们 让我们持续为家园朋友祈祷 并以实际的行动 帮助因着疫情影响 在困扑中的相亲朋友 词篇29年第10节 跟第11节这样说 洪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作者为王 耶和华作者为王 直到永远 耶和华必赐力量 给他的百姓 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 给他的百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